我昨天教我們說 如果你的鑰匙忘了帶 你就去對看 然後跟他說 He inside, he outside 他都知道你為什麼忘了帶 那個時候我聽到 C to scale 的時候 我連教練是什麼意思我都不知道 我想說是 C to see 對看嗎 然後等到我知道有沒有叫種子 抱歷風的時候 我們其實人心情是一樣的 就是我覺得那個好像就是一個口號 只是我不知道那究竟代表什麼 但是也的確是透過了這些理由去參觀農場 因為我去看到這些過程 你知道因為它是從種子 你要去挑選 就要選品質很好的 然後親手把它種下 在這個室裡面 把它培育成小肉鳥 再把它移植到 裡面的那個大地 然後用心的去交代它 想到了收割 然後經過的過程 不是時間、溫度、壓力都要控制得很好 才能夠來到我們的手上 甚至這些月初的精油 都必須進到實驗室 用那個很好的儀器去檢測 就另外的成分是 如何我們要求 裝皮才拿到我們的手上 所以當我在回過頭來看我手上這一瓶精油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心真的會充滿感恩 然後覺得說我們在使用的這個精油真的是 就是滴滴滴真貴 所以從此 從此 到一一瓶 它對我來說 不再是口號 而是一個非常開放透明 然後就是 約論方才做得到的 因為你是想 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的精油公司 是可以 我跟公司說 我要去參觀錄場 我很驕傲的說 應該沒有其他人這麼驕傲 我們公司 反多都是希望大家 努力的大家 我們帶大家去 環遊世界上的每一個農場 耶 謝謝 對 而且我更像琪琪說的 我們在這個想的時候 會非常有閉氣 我覺得 要不要想得非常得到 因為 你真的你知道 看到很多人會拿這個數據出來 說真的 你看的再多 那都是別人說 最重要是什麼 你輕人去看到 輕人去見證 當你跟別人分享的時候 你就會有閉氣 這個閉氣這件事情 就講出來是不一樣的 你可以拍收過 跟他說那有什麼 對啊 我們還吃過 老子看 我就是可不說 我們還吃過肚 我們還吃過肚 還吃過肚啊 我們再 雅雅來一次掌聲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講得非常棒 因為他們兩個是真的看到農場 把農場的故事帶回來 所以今天在座每個人 才會聽到他們講出這些分享 因為他們去看農場的時候 真的感受不到的 對 對 對 那 我們 他 還 有 有